警方用破壞工具 将铁卷门锯开一个大洞 火势还在屋内熊熊燃烧 消防人员立刻拉水线扑灭火势 但屋内还有两名受困民众 赶紧进入抢救 因为我一点多的时候 在隔壁二楼那边 然后还没有 我还没有睡 所以闻到楼下有异味这样子 然后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隔壁工厂已经起火了 火势在30分钟扑灭 消防人员在三楼房间 救出一名女童 仅受到轻微呛伤 但在屋内后侧 找到另一名严重烧伤的男子 但现场已经没了呼吸行票 家属得知消息悲痛不已 这起火警意外 发生在台中市大理区福德路上 一处有铁皮搭建的住宅 因为屋内堆放许多木材家具 与书籍等易燃物 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队接获通报立刻到场抢救 这是很标准 台湾现在很标准的这种铁皮屋 跟那个他们的 就铁卷门的情况 各位看一下 他整个铁卷门 是通通没有转一个小门 因为铁皮屋电动门 没有留有手动的逃生煤 民众疑似因断电无法开启 才会受困火伤导致 一死一伤的悲剧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警消人员调查 厘清当中 记得联缘兵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